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是第二部分 那我今天我会再跟各位提到更多的应用 那上一次我们提到了槟城的应用 那今天呢我可能会稍微把这每一个应用都稍微讲解一下 那今天我们大概会讲一下红血球的应用 如何用拓幅的方式来了解红血球 然后还有跟这个吴浩廷老师还有罗友伦医师 我们来研究这个睡眠资料的分析 怎么样去做在睡眠的时候 怎么样去分类这些睡眠的等级 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我会再说明一下一个新的framework 我们发展出的新的一套的framework 那我们可以应用在这个质地的分析上有非常显著的效果 好那首先如果有人上礼拜没有来的话 这边只是一个非常快的review 这边主要的工具我们所说的topological data analysis 主要的工具呢就会被公认为是persistent homology 那我这边再用这个影片为各位再稍微解释一下 什么是persistent homology 这是一个圆图 那我想要去了解这张圆图的persistent homology 我想要了解它的tob的特征 那我们用tob的特征的意思就是在算它的beti number 我们在算这张图片动的个数 那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说我们可以算homology 如果你有一张黑白照片的话 你可以去算它的tob的个数 但是如果你有灰阶照片的话 怎么样去定义tob的个数就变得非常困难 那这边就是persistent homology可以帮助我们的地方 那persistent homology呢 有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叫做persistent diagram 这persistent homology事实上是一大堆群所构成的一个结构 那persistent diagram是一种方式去了解 这个persistent homology更大的group 你把它缩减成用你带于图像的表示 来表示这些homology这些group的特性 所以给我一张图 我可以去算它的persistent diagram persistent diagram就包含了所有persistent homology的information 那persistent diagram里面呢 其中一个最有最自然的一个东西叫做 beti number这叫做fundamental lemma of persistent homology 我如何从persistent diagram 萃取出beti number的information 那这边就是说你如果去找 current threshold 比current threshold还要 这些点 在current threshold之前出生 然后在current threshold之后才死亡 所以我们是在看这个粉红色的retangular box这里 你只要去计算这里面的个数 你就可以算出这个时间点的beti number 这大概是这个游戏 那主要呢 我们要玩的游戏就是在研究这个persistent diagram 我们要如何去了解这个persistent diagram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要为各位说明的 上一次我们说了如何从data image data或是一些point cloud data 这个画面怎么回事 然后怎么去建构一个persistent diagram OK 好 如何去建构一个persistent diagram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想要做的是 是做一些统计的分析 我们得到的data 不管你要做分类 不管你要做各式各样的分类 或是你要做什么样子的预估 prediction 你要做一大堆statistical learning 那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到 我们如何直接使用persistent diagram 去做这些统计的分类 那第一个难题我们就遇到了 有一些工作其实 其实只有两篇工作他们就去证明说 如果你考虑spatial persistent diagram 只考虑把所有persistent diagram 所集成的一个空间 你可以去证明这个space 是separable 是complete 是一个metric space 所以你可以去定义一个probability space 在这个空间上 但是它的难处是什么 它的难处是它的任何的operation 都是非常的困难 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我们在算平均数的时候 就是加起来然后储上这个平均数 是一个唯一的数字 但是在这个非常奇怪的matric space底下 它的平均不唯一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如果我们有persistent diagram 它有很多很多information 很多很多topological information 甚至有些人发现到 它还有包含一些几何的性质 但是如何去萃取这些资讯出来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在现在重要的课题 所以我们无法直接使用machine learning 直接使用在persistent diagram上 那退而求其次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们希望可以从persistent diagram里面 萃取出一些有用的资讯 对取出有用的资讯 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 给定的data 你就可以算出persistent diagram 不管你的data从哪里来 你就可以算persistent diagram 那接下来我为了要做 statistical learning 我要萃取一些有用的资讯 我要从persistent diagram里面萃取有用的资讯 那这个部分是我们今天所要说明的 那这一个部分是一个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最一开始 最一开始的一篇paper是2015年 这位Peter Prubnik的教授 在Florida的一位教授 他发表了一篇 这个叫做persistent landscape 他当时这一篇就非常有用 因为大家发现到说 这样子的方法还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他把persistent diagram这个空间 这个非常奇怪的空间 把它transform 透过一个non-linear transformation transform到Hilbert space 所以他把persistent diagram变成一大堆函数 他用一个L2 不是L2 对他用一个L2函数去代表persistent diagram 这篇文章2015年到现在也被塞了好几百次 所以是个非常 我们称之为 比较traditional 比较classic的一个结果 那后来几年后 有一群人又发展出一套 叫做persistent images 他把 他等于是把persistent diagram transfer到一个matrix 到一个R N乘RN的一个空间上 这个map到一个Hilbert space 这个map到一个Euclidean space 所以 这个space有点不一样 那 接下来有更多的一些统计的approach 他们直接在persistent diagram上 propose一些kernel kernel estimation 他们propose一些kernel 然后可以做一些统计的方法 那 各位有兴趣吗 这一篇就是我刚刚各位说的去证明persistent diagram 是一个matrix space 然后你可以去里面看到他的mean 叫称之为freshenmean 他的mean是不为一的 那最近也有一群人 欧洲的一群人发现了 用一些natural language的方式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的方式 他也可以去定义所谓的 用不同的角度 用他这个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的角度 去分析persistent diagram ok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大概的用意 我们有一个persistent diagram 我们希望从persistent diagram 得到很多有用的资讯 ok 好 那 第一个部分我们要介绍的是我们 所谓的persistent statistics 这部分其实非常的简单 非常简单 但即使非常简单 它也会有很好很好的性质 这如何简单呢 我其实是把一个persistent diagram 我希望我可以用一个数字 或甚至两三个数字 就来代表这个persistent diagram 这是我们可以看的 那第一个应用呢 是在红血球的部分 那红血球我们这边想要玩什么游戏 红血球这边我们有一连串的 新生成的红血球跟老成的红血球 那种红血球快要结束生命的红血球 一般的红血球的寿命周期大概是六十 不是六十天 六个月左右 半年左右 所以新生成的红血球大概就是 这些lab的人在收集大概就是 头几天它刚新生成的 那这些老成的大概就是 最后两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么抓起来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是我们data 这个data是一连串的 再看一次 这个data是这个红血球 这是一个单一细胞 单一红血球细胞的摄影 那其实从1950甚至更早 当初有显微镜的时候 科学家就发现到说 红血球它会有这样子 非常剧烈的扰动 那是扰动吗 活动 它们叫做flickering 这个红血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扰动 那现在也有很多的研究学者 用PDE的方式去model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其实这个活动 其实是大家非常想要去了解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都知道说 新生成红血球 不见了 新生成红血球跟老神的红血球 它们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第一个不同是 我们都知道 新生成红血球它们的活动力比较好 它们可以perform的比较好 它们可以攜带更多的氧气 那我们可以活动得更好 那老神的红血球细胞 也都被发现到说 它们的活动力比较没有这么好 它们可以攜带的氧分比较没有这么好 那这些就是它们想要去了解到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异性 为什么老神的红血球细胞的performance比较差 新生成红血球细胞的performance比较好 那有一部分的假说呢 是所谓的roughness 它们认为说 新生成红血球细胞的厚度比较厚 老神的红血球细胞比较薄 它们可能觉得是这样子的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 它们可能觉得是一种复杂度的改变 它们觉得说 新生成红血球细胞可能比较复杂 我们可以再去定义什么叫做复杂 老神的红血球细胞比较不复杂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假说 因为在看一下我有沒有写 大概在2008年1995年左右的时候 它们有发现到说 这个健康呢 它们叫做complexity is a sign of the health 它们会觉得说 健康的人的生理讯号应该是比较复杂的 那它们发现到 这几篇paper 发现到 它们去观察新生儿的心跳 有生病 有特定某种疾病的新生儿 跟健康的新生儿 它们的心跳 新生儿的心跳 是非常非常不规律 你几乎没有办法 预估到它下一秒要发生什么事情 那另外一个角度呢 这些有生病的一些baby 它们的心跳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规律 你几乎可以预知到它下一步要去哪里 所以这一部分 他们就会在医学界就会认为 这个complexity 是一种健康的表征 所以在这一个工作呢 我们就希望说 我们可以用TOP的方式来去理解 去研究一下 为什么新生儿的红血球 跟老成的红血球会有不同 好 那刚刚看到的是影片的data 所以我们会有5000张frame 然后每一张frame呢 我们可以去看 算它的position diagram 那这是一个typical的frame 的position diagram 我们有13个新生儿的红血球细胞 跟13个老成的红血球细胞 那每一个细胞 我们都有5000张的照片 大概是7分钟左右的影片 就是这样 好 那我们第一步 第一件事情发现到的是 第一个事情我们发现到的是 这个number of generator 如果我把position diagram 里面所有的点加起来 这个称之为number of generator 把所有的点加起来 我们发现到 新生儿的红血球细胞 普遍来说 比老成的红血球细胞还要多 不管是zero dimension 或是first dimension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各位如果稍微去想一下 把这个sublevel set的概念 在一维空间的情况之下 什么是position diagram 你有一个一维的空间 你做sublevel set 整垂选上去的话 其实每一个点 所对应到的是一个min max pair 这个部分可以去看这本书 这是可以有写的 但是你们可以大概用想象了一下 大概也可以感觉到 因为你在做sublevel set 第一次碰到的话是它 你往上走 什么时候它会跟别人合 一定是会当它跑到 一个local max的时候 这两边的东西才会合在一起 所以一个min max pair 会对应到就是一个generator 一个position diagram上的generator 所以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说 红血球的generator比较多 也就是说它可能震动的次数比较多 那可能对它们来说 这种就是一种比较粗糙 比较rough的感觉 它震动的幅度比较多 那老成的红血球细胞 它的number of generators 就比较少 那可能它的表面 它的service表面 可能比较光滑 那可能又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解释roughness 这个新生成红血球 跟老成红血球不同的地方 那 那我们再看一次这些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persistent diagram 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特色 pattern 大概这些老成红血球细胞的persistent diagram 大概可以看到这边好像有一堆 这边有一堆 然后这边是一群人在这边 但是新生成红血球细胞看起来好像比较一致 就会有这边一群跟这边一群的感觉 是有两群 这边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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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怎么样去量化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那我所要看的就是 这个所谓的midlife 就是这个birth coronet 生成的时间点跟死亡的时间点相加除以二 就是它活的中位数 如果你这样子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资讯所告诉你的大概是这个位置 告诉你这些generator 在persistent diagram上的位置 那可以看到说 跟我们刚刚的直觉还蛮符合的 新生成的红血球细胞 你就可以看到有两个cluster 那老成的红血球细胞看起来好像 all over the place 它们的generator 好像各个地方都会有 那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 是非常简单的statistical measurement 我学过统计学的这些一定都有看过 第一个我们算的是coefficient of variance 这个是standard deviation除上mean 那这个东西就是有点像是单位的变异量 因为你变异量之后又除上了mean 所以这个总是一个单位的变异量 那考虑这些skewness 如果你有一个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如果是往这边靠叫做negative skew 如果是往左边靠叫做positive skew 那我们还考虑kertosis kertosis就是如果你有一个distribution 它是一个major 是说这个distribution会不会有heavy tell 好 那这是在搞什么东西呢 这边有一个2010年有一篇文章 这是我之前的同事 他们做了一个基础研究 非常有趣的一个基础研究 他把当今市面上所有 你几乎可以想象得到的一些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画上去了 横走是我们刚刚的coefficient of variance 大概是简称为cv 这种轴是skillness 我简称sk 所以他把所有的轴东西都贴到这样子的坐标上 那他们可以发现到说 不同类别的distribution呢 他们会各自占据一个不同的区块 对 然后有一些奇怪的curve在这边 那同样的事情他们也可以做 这边是kertosis 然后那边是sk 那也会有一个不同区块的一个类别 那这件事情是什么好处 第一个是基础研究 看起来很漂亮 但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他在他们的paper上有解释到 如果你有一些data有一些model 你如果把它画在这样子的一个平面上 如果那些点那些model 可能都坐落在这边的话 那你就不会用这样子的distribution 去model这样子的data 所以这像是一个比较 一个reference的一种概念 好 那我们也做类似的事情 我们也因为是这样 我们所以考虑了这个 这三种特征 cvsk跟ku 这样是一个简单的summary 我们有一个frame 一张照片 你可以去算它的position diagram 从它的position diagram 我只考虑b加d除以2 这样子的一些数字 所以从这边转换成一堆数字 然后从这一堆数字呢 我再转换成三个简单的变异量 cvsk跟ku 然后跟它做一样的事情 把这样子的数字呢 plot在cv跟sk的坐标平面上 那这个是我们得到的结果 横轴是cv 纵轴是sk 蓝色的部分代表老成的红血球细胞 红色的部分代表新生成的红血球细胞 记得我刚刚跟各位说的吗 我有13个红血球细胞 那每一个红血球细胞 都有5000张照片 5000张frames 所以这边蓝色的点就有13乘5000 这边红色的点就有13乘5000 那用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完整的把 红血球 老成的红血球跟新生成的红血球 完整的分开 那接下来这张图是 横轴是sk 纵轴是ku 那这边的话就看起来好像没有这么的 显著的差别 但这边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我看我下一张有没有 有 这边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在2012年 2005年 还有多久 大概有四五篇文章左右 他们在探讨一个 一個complexity的dynamics chaos dynamics 这一篇呢是在说 忘记了 就是有说stock market 在讲这些股票市场 有人在讲一些 这些weather prediction的model 这些actual的data 那这些data这些 真的是被认为是chaos的dynamics 但是如果这些paper 同时间也发现到 如果你去算它的skewness跟kartosis 它们有一种quadratic的关系 这些chaotic dynamics 都会有这样子quadratic的关系 目前来说没有任何的证明 如果各位有办法去证明这样子的事情的话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目前就是到 都是观测值 这些 股票市场 然后weather prediction 还有一些fluid dynamics的 这些实验的数据 他们都有发现到这样子quadratic的relation 那我们也做类似的事情 我们如果去算这些correlation 我们去算sk平方跟ku的correlation 我们发现到新生成红血球细胞 会有非常强烈的证相关 几乎都是1 那老成红血球细胞 就没有这么强烈的证据 说它们会有相关 所以我们可能也可以说 从这个实验数据来说 我们可能也fit它们的一些假设 可能可能可能 这些新生成的红血球细胞 可能真的是从一种chaotic的dynamics 所来的 OK 好 有问题吗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应用 下一个应用呢 我们想要研究的是 睡眠的分析 我们要讨论的是睡眠的分析 那我们这边呢 不好意思 我们这边所要看的资讯是 Instant heart rate variability 这就是在看你的心跳 你们可以去量你的脉搏 这个就是你的心跳 心跳的次数 瞬间心跳的次数 那这边是在搞什么东西呢 这边就是 你可以去医院 这些病人 这些 这些患者呢 他们去医院 然后接受这样子的检查 他们身上 接了非常多的一些器具 可能有心电图的器具 然后还有脑波的东西 然后就让他们去睡觉 让他们去睡觉 然后这些机器呢 就会去观测到说 这个人在睡觉的时候 他脑波是怎么移动的 他的心电图是怎么移动的 他的心跳是怎么跳的 OK 那根据这些讯号呢 会有专家 会有医技师呢 他可以根据这样子的讯号 他可以去分别类 那当今现在有五种不同的睡眠的等级 第一种是醒着 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有可能醒过来了 那第二种叫做REM REM叫做Rapid Eye Movement 睡眠 如果各位有手机的话 你可能也有下载一些App 说可以观测到你深度睡眠的状况 那就是这个东西 那还有另外三种等级的睡眠 这个叫做Non-REM的睡眠 Non-REM的睡眠 还有Non-REM的睡眠 所以总共目前 当今有五种睡眠的等级 那每一种睡眠的等级 其实都有对应到一些不同的 审理的资讯 OK 好 所以这个一般来说 这就是我们睡觉大概七个小时的一个心跳图 OK 然后根据这些Guide Line 医技师可以去做分类 那他们做的分类是怎么做的 这有七小时的Time Series 他们是看每间隔三十秒做一次分类 每间隔三十秒看一次分类 所以前三十秒他们觉得他是在睡觉 然后十一是醒着 然后就是这样每三十秒看一次 好 那我们这边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这边要做的事情 其实是一个初步的一个研究 要做的事情是要把睡眠的资料 跟醒着的资料分开 那我这边何谓睡眠的资料 讲得非常笼统 我就是把所有睡眠的class 都通通包在一起 称之为一个class 那我就是要做两类的分类 我想要做Sleep跟Wake的分类 如此而已 但即使是如此 这也是一个非常 目前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 那它的困难点在哪里 第一个大的问题是 这样子的data是非常非常不平衡 那各位如果有做过一些 机器学习的一些题目的话 就会发现到这个只要是不平衡的东西 我们就要非常小心谨慎的处理 我就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这边在某一位患者上 他睡整个七个小时的Tine Series里面 他只有14次醒来 可是他有760次都是在睡觉的状态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如果我要做分类的话 我如果要做分类 那我只如果我只在乎正确率的话 我就只要拆睡觉 我的正确率都会有90%以上 会懂吗 懂这个意思吗 就是我只要data 你只要高 现在这个人是在睡觉也是醒着 我就全部都拆睡觉 我的正确率就会到至少80% 90% 因为这个比例实在悬殊太大了 那但是这样子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你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所以这样子的 这样子data的情况之下 其实反而更难 那其实因为更value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把wake 比较少的这种情况之下给抓到 才是更重要的 我记得浩婷老师有跟我讲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 他说全世界的见动人的发生比率大概是 一百万还是一千万分之一 那如果我今天要你去classify 要你去classify这个人有没有见动症 我只要猜都没有 你都是健康的 我的正确率是达到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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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有16个0的9 这么高 可是你对这个医学没有任何帮助 你真的看到一件弄人 你还是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所以这个imbalanced data set 在现今上是一个还蛮困难的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困难点是所谓的dataset之间的差异性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一个dataset 用一种model train得非常的好 可是你apply到其他model上 或者apply到其他的dataset上 你一样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 那目前来说这个在机器学习上来说 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 那为了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准备了三个不同的dataset 第一个是长根医院 罗医师他们实验室里面的data 总共有107个subject 那这些都是健康的人 然后有dream的dataset 这些dream dataset是free to public 你可以去download这个link 你可以去download 然后还有ucd ucd这个data就蛮有意思 我们为了把这个data也include进来 ucd这个data是包含了所有的睡眠障碍的病人 那这两个dataset都是健康的人 那这边都是台湾人 这边可能好像是外国人 那这边是德国人的样子 不同人种不同医院不同设备所收集到的data 那这个是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的pipeline非常的简单 为了要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这个position diagram 跟position statistics 真的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些有用的资讯 那我们做的事情呢 我们有一些signal 然后我们考虑两种不同的filtration 我们有讲过filtration 一种是sublevel set的方式 做这个bar就像我们上次跟你说的 比这个纸还小都是黑色 比这个纸还大都是白色 这叫sublevel set的方式 另外一个是time delay reconstruction 我如何把time series 变成一个point cloud 那你能做的事情呢 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time delay reconstruction 各位有听过time delay reconstruction吗 没有 有没有 time delay reconstruction就是在说 如果你有一个时间序列的话 那你如果取它的 不好意思 稍微说一下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 这个东西为什么有用 因为它有一个理论的证明 它的证明非常漂亮 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 一位日本教授所证 假设你有一大堆的time series y1,y2,y3,y4,y5,y100 我可以考虑它的delay reconstruction 什么意思呢 假设我考虑 假设我考虑delay 假设我考虑它的delay是1 ok 然后我的embedding dimension 是3好了 这是我的time series的资料点 第1,第2点,第3点,第4点 一直到第5点 那这个delay reconstruction的过程 是在做什么事情呢 这个 然后delay1 就是在找它前面的 所以通常都会抓这个点出来 所以是y1,y100 然后再找它前面的y99 变成了一个点 然后再来呢 你会有y2,y1,y100 然后你会有y3,y2,y1 以此类推 可以吗 所以你把一个time series的东西呢 变成了一个点云的形式 变成一个三维空间的一个点云 那这样做 你说我可以做很多事 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呢 那这个叫tarkens的人呢 他去证明了到说 如果这个time series 是从一个dynamical system来的话 这样子做出来的点云呢 他会逼近到他的attractor attractor有听过吗 就是那个butterfly attractor 如果你去看Lawrence equation 那个butterfly attractor 他可以利用这样子的过程 去逼近他的attractor 也就是说 这样子的过程呢 可以去了解到 这个time series的一些dynamical behavior 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利用 这个time delivery construction 得到一个 所谓的attractor的资讯呢 然后我们使用了 VR complex的方式 来了解到 这个attractor 的topology的性质 所以我们考虑这样子 两种不一样的资讯 两种不一样time series的资讯呢 我们同一时间 都考虑他的persistent diagram 那从persistent diagram里面呢 我们要怎么样 萃取出有用的资讯 我们使用 我们刚刚说的 persistent statistics 那从这边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 有用的分类 好 那第一步骤就是做的 sublevel set of filtration 那这边上一次有稍微提过 那第二步骤的话是 VR complex 那这一部分的话 上一次可能没有讲过 那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的话就 稍微困难一点点 OK 待会有兴趣可以去找一本 代数拓卜的书来看一下 但是他主要的idea就是 一种膨胀的过程 这边是我所有的点 这个点看起来好像是 两个圆的感觉 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 那我要怎么样去算这样子点云的一个topology的性质 那你就把每一个点都膨胀 OK 把这个点膨胀 那如果这两个圆呢 有相交的话 我就做一个线 OK 然后你再把这个点呢 继续做膨胀 继续做膨胀 你会发现到 你可以看到一些这个data的大概的形状 在这边的时候 你可能可以看到这个圆已经快要出来了 这边已经有一个圆在这边了 一直在膨胀的过程中 你可以看到两个圆 然后一直到最后最后 所有的空间都被你fill in 这个叫做VR complex illustration 这个数学写下来还算是蛮复杂的 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 但是主要的idea就是告诉你说 这是一个过程 可以让你去了解到这样子点云的topology的性质 OK 好 那一旦有了persistent diagram呢 就像上次说的 你可以去算它的persistent filtration之后 你可以算它的persistent diagram 那这边呢 有两个software我们用的 那市面上的线材 大概有六种 七种 那就是挑你喜欢的 这两个比较有用是因为Ripser 现在是state of art 它是跑最快的一个程式 但是它有一个限制 它只能考VR complex 那这个东西的好处呢 它是可以用平行计算的方式 如果你有multi-core的话 如果你的CPU有八核心十六核心的话 你可以用它来跑 会帮你加速一些 OK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些简单的例子 这边是行者的讯号 如果你来算它的sublevel set的方式 那这边是所对应的persistent diagram 那这边是其中一个行者的讯号 那你可以去算它的persistent diagram 看起来好像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好 那这边呢是刚刚同一个data 我用delay reconstruction 我delay了120个 然后applies 这个是 我把它embed到120微空间的一个点云上 OK 然后这边只是我做PCA为了做演示 所以可以看到好像有一种奇怪的形状 然后这边sleep大概也会有一个这样子 还蛮特别的形状 那我们用这样子的data呢 你也可以去算它的persistent diagram 记得我上次说的 persistent diagram persistent homology 它的发展其实跟dimension无关 所以你可以做很高位的资料量也没有问题 像这边呢是一个120微的空间 我把它embed到一个120微的空间 你几乎是没有办法去visualize 但是你可以去算它的persistent diagram 从persistent diagram可以略自一二这样子的data 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OK 那这样子看起来你可能会觉得 这样子data好像有两个比较强的signal 这样子的data可能会有两个one dimensional hole 那这边可能有一个比较强的signal 在10这边 那这边的话看起来 可能有一个或是两个比较强的one dimensional的signal 你可以再算更高位的 因为你有120微 你suppose可以算beta2 beta3 beta4 beta5 以这类推 但是你要算到beta2 以这样子的data量的话 会非常非常的复杂 会等很久啦 我的意思是会等很久 对电脑来说是非常的复杂 那你要等很久 所以现在大概是算这样 而且目前上来说 目前上来说 很多很多几乎所有的工作 几乎都只有考虑到beta1 beta1而已 那beta2的这些资讯 其实就开始有点 第一个很难算 要算很久 第二个大家还不太理解这个beta2 beta甚至beta3 beta4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还有一些空间在这边 目前上应该还没有人使用beta2 beta3来做任何的资料分析的应用 好 那这边就是我所谓的persistion statistics 跟刚刚红血球的类似 我把 你有一个persistion diagram 我现在考虑两组 两组集合 第一个集合是 把死亡的时间跟出生的时间枪加起来 然后这边呢 我记录的是死亡的时间减掉出生的时间 这个lightspin 所以我考虑这两组数字 那从这两组数字呢 我可以去算一大堆 简单的statistical measurement 我可以去算它的平均数 可以去算它的standard deviation 还有这几个skewness 刚才在RBC的时候各位都有看过 那这边比较多了一个东西 我要跟各位分享的 这个是persistent entropy 这个entropy的概念 从information theory 进来之后 就一直发展到很多不同的领域 那persistent diagram也是 这一群人呢 使用了这样子的方式去定义 persistent entropy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persistent statistics statistic of this set 然后statistic of this set 然后还有考虑这一个persistent entropy 那这个的维度呢 你有一个persistent diagram 那你这样子的维度呢 我把一个persistent diagram map到一个十九维空间的 一个feature的向量 特征的向量 那这十九维的特征向量呢 包含的就是 这个persistent diagram的资讯 L所代表资讯是 就是这些 他活得久不久的资讯 那这个m的资讯呢 大概是告诉你说 这个function 或是这个函数 活得的位置 不是活多久 活在活得的位置 大概是这样 OK 好 那这个是 第一个简单的结果 如果我们去算 刚刚的sublevel set的结果的话 可以看到的是 sleep的讯号是蓝色 红色的是醒的的讯号 所以可以看到 大概可以稍微分开 大概可以分开 大概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像C12这边 分得都还算是蛮开 但是没有到最理想的状况 就是蓝色在最底下 红色在最上面 这样分得非常的开 但是已经很不错了 那报告结果之前呢 这边就是跟各位再稍微 简单说一下 就是刚刚的见动人的例子 我们在乎的不再只是正确率 这么简单而已 我们这边要在乎的是 你能不能去正确的分开 如果你的讯号是wake 那你能不能也同时间predict 这个是wake 所以我们在乎的是 所谓的sensitivity 我们在乎的是 所谓的specivity 这两个是我们 比较在意的两个数字 那我们怎么样去处理 这个imbalance的过程呢 imbalance的过程 我们使用的是 一个subsampling的状况 我们现在可能 比如说我们有100个 睡眠的资料 不好意思 100个性质的资料 那我们可能有1000个 睡眠的资料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从这1000个睡眠的资料 随机抽选100个出来 当成training的model 然后去做training 那training完之后 我要做testing的时候呢 我就不会做任何的 subsampling的过程 我在做testing的时候 我是把整个dataset 拿过来做testing 那我们的method呢 我们是使用的是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就只是做一些 这个 to class的support vector machine 好 那结果 是在这边 我们跟浩廷老师他们 2018年的文章来做一些比较 那因为他们的data跟我们的data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直观的比较 那浩廷老师这篇的文章呢 我们所使用的是CNN的手法 把这个time serial的方式呢 fit到CNN里面 然后去做一些分类 那各位可以看到在浩廷老师这边的文章里面 他们所得到的specific sensitivity呢 大概是57% 所以这个是training 就是长庚医院所的 有的training的data 那我们把它testing在 他们所谓的validation 但是这真的是training 然后testing testing testing 那这边dream 然后这边是UCD 所以training在这 然后testing在1 2 3 的dataset上 那各位可以看到 大概在长庚的testing上面 它的sensitivity大概是50% 就是 那specific大概是89% specific大概都可以得到非常好的结果 那 overall 的正确率呢 大概有85%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很有意思的是 我testing在这一个dataset上 可是我apply到不同的医院 不同的人种 那结果还可以是 跟之前的还蛮类似的 也是50几% specivity也是80几% sensitivity 对这UCD就稍微差一点 因为记得吗 这个是有睡眠障碍的 那这边有40几%跟80几% 那用tda的方式 用persistent statistic的方式呢 我们所得到的结果 我们所得到的结果 第一个 我们的overall accuracy跟specivity 没有浩廷老师他们那边这么的高 但是我们这边呢 得到的结果比较平均 我们的结果比较平均 那我们得到的sensitivity呢 跟specivity呢 大概都可以是非常接近的 70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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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甚至apply到不同的data set上呢 结果也都还算蛮稳定的 65%跟68% 那最后UCD的话 即使它有睡眠障碍 我们大概也可以得到一些 50几%左右的结果 好 那下一个 下一张图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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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张图表是指 如果我现在training 我如果是以Dream data set 来做training的话 刚刚是用长根医院做training 我现在如果是用Dream data set 做training的话 然后testing在长根的 testing在UCD上 我training在Dream上 我testing在UCD跟长根的 做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 做这件事情是要确保说 你的model是不是只会work在长根 还是只会work在某种特定的data set上 所以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轮替的过程 大概可以看到说 我们的feature 或甚至我们的model 是不是可以作用在其他不同的地方 那在他们的文章里面呢 可以得到大概44% 一样他们也有类似的结果 就是他们的overall accuracy跟specific 都会非常的高 高得很吓人 然后sensitivity呢 就会稍微低一些些 那我们这边的结果呢 跟刚刚的也类似 我们的结果会稍微的比较平均一些 所以这边有69% 66% 58% 73% 稍微不平均 ok 然后UCD这边的话呢 会得到47% 70% 好 那最后最后 这边的idea就是你有一个persistent diagram 我要从persistent diagram把它变成一个curve 变成一个函数 变成一个方形的形式 那这一个部分呢 是跟我UNCG的PhD的学生所合作的 我们用这样子发展出一套 这个persistent curve 的方式 然后我们来应用在这些质地的分析上 textual analysis 那我们的motivation呢 其实是从 这个所谓的oreal characteristic curve 所拍的 oreal characteristic curve 是一个非常直觉的一个东西 它的idea是什么 oreal characteristic 是β0 如果减掉β1加上β2 减掉β4 讲alternating sum 那其实oreal characteristic 这个东西 我们上次应该有讲 它其实最早是被用来去做 这些service的分类 那什么是oreal characteristic curve 现在你可以想一想 就是上次说的一个概念 如果你现在有一个灰街的照片 你对每一个special 你都可以去算它的oreal characteristics 那你对每一个special都算 你会得到一个curve 这就是所谓的oreal characteristic curve 那这个curve呢 其实在所谓的 random field的领域上 有用到一些 它们利用这样子的东西 可以写下它的 一些函数啊 甚至你可以去定义 所谓的积分 用OECC 你可以去做一些积分 这边有一本教科书 可以去做参考 好 那这是数学理论的部分 但是后来呢 2014年 近期年呢 大家发现到 这个oreal characteristic curve 其实是一个还满 满好的一个工具 它们如果是去做classification的话 它可以会是一个很好的特征 那这边它们做了一个实验 这是2014年的paper 它们去看了这样子五种不同的 这是一个 这个人叫做Michael 这是一只马 然后这是一只狗 这是一只猫 OK 它们用这样子 四个不一样的类别呢 它们就是去算它的oreal characteristic curve 那它们发现到说 红色的 红色的应该是Michael 所以这不同的类别 它对应到的oreal characteristic curve 还真的都不太一样 所以它们在这篇文章呢 就利用ECC的方式去做一些分类 那其实 希望各位有注意到 oreal characteristics呢 你其实是可以从position diagram所来的 因为position diagram oreal characteristics 让我写下来好了 oreal characteristics呢 它其实是 beta 0 减掉beta 1 加上beta 2 减掉... 它的alternating sum 那记不记得 我最一开始最一开始就说了 beta number 其实是最基础的东西 你如果要 你有一个position diagram 你可以extract beta number 这是最直觉的东西 对吧 所以事实上 position diagram 它包含了很多information 其中一个就会是oreal characteristics 对吧 那我们这边所做的事情呢 我们是把这个整个idea呢 把它变得更一般化 记不记得 我们一开始怎么去算beta number 你给定这样子的set 我只是去算这个set里面的数字而已 我没有用到它任何的性质 我没有用到它任何position diagram上面的性质 那我们这边所定义的persistent curve呢 就是我想要把这些事情做更一般化的结果 我除了可以算它的数值之外 我可以去定义一些函数 我可以定义一个函数在这个bt上面 然后去做 那我们所得到的呢 就会是叫做persistent curve 所以这边是一个framework 你可以做任意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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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个article operator 看起来有点抽象 那我给你一些简单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 betting number 所以就说如果我把 我考虑这个集合 如果我的函数就只取indication function的话 对不对 那你的根据这样子的定义呢 你就可以得到summation 我的t取summation operator 然后这个b呢 就是我们刚刚最喜欢做的集合 根据这样子的定义呢 你就可以写成summation be 那其实这真的就是一个indication function 那这个呢 就可以告诉你它的betting number 在current threshold的betting number 这是我们最一开始看到的 可以啊 这部分可以吗 这个 好不好 这个 这个红色的部分就是刚刚的b of t 这个b of t 那你去算这些集合里面的数字 叫做betting number 我们现在只是把它用更general的方式 把它写下来 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就有意思了 第二个例子 如果我现在取的函数呢 我不再取indication function 我取的是这个lightspin的function 这个lightspin可以告诉你这个东西活了多久 那我的operation一样我取submission 所以刚刚那边这边会是e indication function 那这边就变成的d-b 然后我sum over这个possible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还是有意思 这个是我可以解释的意思 的一个position curve 没想到我这边就有了 哈哈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一个是它的binary的image 对不对 假设我没有这三个information 这三个information我都不知道 不好意思 这两个information我都不知道 我只有看到的是它的binary image 我只有看到这个二位照片 但事实上你loose掉的是什么information 事实上这些bating number 所对应到的都是每一个点在这边 对不对 所以当我加上了这个information 这个information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每一个点 也就是说每一个bating number这边 你加上了一个lightspin 它在这里面到底活了多久 所以也就是说 加上了这两个information之后 我看了这张binary number sorry 我看了这张binary image 我看到的不只是bating number 我还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有点像是intensity的bating number 在这个binary image 你算出来的值的话 你可以告诉它 total lightspin at current binary image 这是更多的资讯 好 那这边呢 这个加我lightspin entropy 这边他们也去定义了所谓的lightspin entropy 那事实上 用我们的framework 其实它也是一个persistent curve的一个特例 那还有 还有记不记得 这上一次我们讲槟城的时候 我们讲到一个thresholdin的method 事实上其中一个objective function呢 你如果取这个函数是它 然后你的operator 现在的operator不是上 如果你的operator取average的话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exactly persistent curve 就是一个persistent curve的一个特例 下面一个例子呢 这个例子我们非常非常的excited 一开始我跟各位说的persistent landscape persistent landscape 跟betting number 其实大家不会把它们两个合在一起 但事实上呢 persistent landscape透过这样子简单的函数的转换呢 它其实是persistent curve的一个特例 也是persistent curve的一个特例 所以什么意思呢 很多persistent landscape 已经被证明过的一些很多很多的性质 也都很有可能可以用在persistent curve上 可以去发展出一套更一般更选弱的理论 OK 那我们这边呢也提供了一些stability的result 何谓stability呢 就是我如果做一些扰动 我的underline function做一些扰动 那我的结果呢也是只有一点点扰动 这个叫做stability的结果 好 那这一部分通常 就像我上次说的 这一部分在TDA来说的话 大家是会蛮重视的 就是说因为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讲的 persistent diagram呢它是stable的 如果你的underline function改变了一点的话 你的persistent diagram也只会改变一点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展出一套线 新的measurement或是新的summary的话 通常有些人就会要求看说 那你会不会有stability的结果 那这边也是我们提供一个general的bound 但是我们这边呢 the general bound is work for summation 还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去紧紧它 好 那这边是一些notation 那这边是跟各位看一下 刚刚的类似的图 刚刚有没有看到Michael 狗跟马 他们会有不同的 不同的oiler characteristic curve 那我们这边就画了几个简单的 persistent curve 这个是海绵 然后这边是面包 这个是细波值 他们看起来都会有不同的 不同的texture 也会有不同的curve 但是他们同一种类别的texture 他们真的看起来都差不多 这个可以用 所以我们会觉得 这个可能可以作为characteristics 可以作为texture的特征 那这个是我们得到最后的结果 先不要看上面 看下面这边呢 这边是市面上 不好意思一直讲市面上 目前当今exhausted全部TDA的method 有使用texture analysis的部分 那这一位文章使用的是 忘记了 他们所得到的呢 我们有Altex0 Altex3 Altex10 然后UIUC KTH 跟FMD 这个所代表都是不同的dataset 这不同dataset 那他们这个TDA的结果呢 他们得到66% 另外一个TDA的结果呢 69% 那这边有87% 那到最近最近 有人可以到了98%左右 是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正确率而已 因为这部分的话我们的data 我刚刚可能没有讲 这边的data这边有大概10个class 这边可能有20个class 这边有10个class 这边有20个class 这边有20个class 所以这边的类别比较多 所以这边我们只考虑就是正确力 accuracy而已 好 然后 这边这一位是benchmark OK 这个就是当这个dataset release的时候 他们就有他们自己的一些benchmark 那他们的benchmark得到的是99.5 那不要太开心 因为通常这种99.5 就是overfitting的情况比较多 他们就是为了要调 调到好到不能再好 可以得到99.5 大概是这样 OK 那来看我们的结果吧 来看我们的结果 这些paper其实都发在很好的地方 那我看我们的结果 如果只做betting number curve betting number curve 已经简单到不行了 没有用到任何的 precision diagram的information 用betting number curve就好 你得到了就是97.9的正确率 97.9 那还有一件事也很重要 就是跟刚刚说明的分析一样 我同样的一个model 我能不能work在其他不同的dataset 一样也可以work 我在另外一个dataset 有98% 在另外一个dataset 有97% 在UIUC呢 87 80% 这边也会有 那这个 这部分我等一下再来说 到78% OK 好 大家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样看起来 overall看起来都还不错 然后一直是到KTH的时候 好像drop了很多 那我们先来做更多 我们发现到在做textual analysis的时候 我学生告诉我说 我学生告诉我说 如果我们做entropy 这边都是entropy的curve 如果你做entropy的curve的话 你的结果会更好 所以它combine了很多entropy的东西 进来之后发现到 我们结果在用在这么多的dataset上 它都非常的consistent 90 这几乎也是90了 90 那我要说明的是 这个 跟这个的最大差别 这个是stable 这个你可以去证明 这每一条curve都是stable 但是beta number curve 目前上大家有点害怕 有点担心的原因 就是因为beta number curve 有一点点不stable 比如说你微小的一点扰动 你的beta number curve 可能会改变还蛮多的 所以大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大家其实都有一点点害怕 但是又不太敢argue 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结果都很好 大家就觉得 哇你这个结果看起来都还不错 但是我跟很多人 TDA的人讨论 他们都会说 对啊 beta number 跟oidal characteristics 都还不错 可是 没有任何的stability的结果 所以用起来有点叙叙的 那如果你使用了entropy curve的话 这个都是stable 所以可能会好一些 好 我说我要回到FMD 我有FMD的图吗 没有 后面酷进来 不好意思 最后一个图呢 是FMD 这是另外一个dataset 这个dataset目前来说是 做textual analysis的话 它是 算是最难的其中一个 还有几个还蛮难的 但这个是其中一个大家都公认很害怕的 什么是FMD呢 那其实就是 比如说 Flickr material 忘记D是什么意思 Flickr大家知道吗 就是那个 软体 有点像社交软体 有点像 好像是Google 还是Yahoo的 那个照片的软体 叫Flickr 那它是一个彩色的照片集 里面收集了一大堆影像 一大堆不同的影像 那 对 那我们也是做 Persistent Curve呢 如果我们做这样子的Curve 我们可以得到的是41% 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对比 跟十年前的CVPR比起来呢 我们是得到了comparable的结果 所以就是说 你不用做太多事情 你可以得到的结果 跟其他人还差不多 可以recover大概十年前的结果 OK 好 那我看我时间差不多了 我今天的演讲就到此 那非常感谢各位的参加 那希望各位有学到一些东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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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照片的负量 不是 我看我能不能 我这边有网络 它的难题第一个是 它是彩色照片 那第二个问题是 它一张照片里面 包含了 不止一种texture 看一下 诶 有 OK 这个是FMD 这个 Belicker Material Database 应该有看过吧 如果现在 我用讲的没听过 但是看这个字 应该有看过这个字吧 好 所以它们的dataset 看起来就是 真实世界 其他的dataset 也是真实世界 但是这个就是比较 包含了很多 比如说如果 我看这张照片的话 fabric 对 它是彩色的 可是它同一张照片 它其实包含了 可能不止一种texture 它可能有这样子的texture 它可能有布幕的texture 我可能有 围巾的texture 我有 平面的texture 所以它一张照片 所包含的东西 还蛮多的 那第二是 它是个彩色的照片 我目前做彩色的照片 在我的工作上 我们没有做任何 fancy的调整 我们做的事情就是 把RGB拿下来 然后对每一个channel 都算position curves 但是一定有更好的方式 处理colour image 一定有更好 更有效果的方式处理colour image 但是目前我们就是用 最直接 最intuitive的方式来做 所以其他的大部分都是单一的质地 对 刚刚看到的那些都是单一的质地 这些不管是UIUC KTH 它们都是单一的质地 像这个是木头 它们是有一个 在一个control environment 底下 它把这个木头放在一个架子上 然后就是这样拍这个木头的照片 那有一些KTH 它们就是更极端 它们是 它们是 它们是把这个物件放在中间 然后它们有一个圆形的 360度的 有点像摄影机 拍拍拍拍 每个角度都拍 这个是那个KTH 就把一个物件 然后各个角度都拍一次 对 对 但是它们都是拍同一个物件 你可以看得到 因为都是同一个物件 同一个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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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其他问题 刚刚那个 就是 你写过的那种 嗯 就是 那时候有 那时候有用的 用的 跟后的 导致 Sample 就是 醒的跟睡的 就是对睡着的 听取人是有做任何物件 噢 你说睡眠的是吗 对睡着的人 有没有做Sampling 他人很多 对 睡着的那时候 就是 醒的都全取 对 要全取 就是 睡着 就是Sample 跟洗的一样多 对 那你有没有试过其他的 做其他Sampling的方式 其他Sampling的方式 欸 目前没有 对 目前还没有测试其他方式 你有什么建议吗 没有 没有 没有做过 嗯哼 听得人很非常 噢真的吗 OK 就是 就跟这个比较相似金融的 噢 OK 就是 他有些人是用上材 要用下材 这样的方式 上材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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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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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结果不错吗 我那时候做的是 就是Record提告 就是 生的提告提告 可是 就是我的 就是我券出来的模型 就是 他可能就是 还没办法 很完整地分出来 有 有满金融商品 跟没有满金融商品 有满金融商品 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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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部分我們還沒有還沒有做 沒有做測試 對 但是是一個 很重要的 課題 對 因為那個 DEP的時候 你們每次分成四個State 嗯 那第三個State是 一定要有 可能第二個 就是 可以跳第四個 還是說是要讓彩達 啊 你可以啊 可以 你可以從第二個跳第四個 可以 但是它有幾個難 它有幾個難處 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 它的八成彈的Distance 不好算 不好算的意思是 它會算很久 對 所以你可能可以算 對 它主要的難題就是它的八成彈的Distance 會算得很久 然後 目前 我可能沒有看過很多 可能頂多一篇吧 可能有做類似的方式 直接在position diagram上面做 做machine learning的方式 你可能可以做 但是 就是 就像我剛才說的 computational time 你要 要 要小心 就 practical的 experience 如果我的 persistence diagram 如果有兩百個 三百個 你們有聽過 八成彈的Distance嗎 你要做的事情 是你要找到optimal matching 每一個點要找到optimal matching 那個步驟是非常花時間的 所以就是說 你如果 譬如說你可能只有一千個點 如果你一張圖可能只有一千個點 你要一千個點對一千個點 每一個圖你都要算 這個花的時間是很龐大的 對 所以 你可以想看看怎麼樣去精進 對 但是這是一個 一個不錯的想法 那為什麼 那為什麼 我要選 020 唯獨120 我 嘿嘿嘿 我當時選的 原因 是 因為我們的 我們的Data 是90秒 OK 就是我們的time series 有480個 所以我希望是 我希望看的是 這個120為的改變 就是每30秒的改變 所以我當時就是很直覺的就選了120 但是當然還有其他不同的可以選 但是我這邊的選法 就只是為了要看 這個每30秒的變化 那 沒有其他 那我就謝謝 謝謝 謝謝